好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重點 行列式的性質這邊 總共有五個 你在做行列式的計算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的方法 五個把它計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方法是什麼東西就是 我同時常常會怎樣 把一個行或某一列 乘上某一個係數之後 就加另外一行 那其實不變 那原因但是為了讓數字變得比較小 然後呢 如果有一個相同的供應數的話 我就把它提出去 結果還是不變的 再來我如果把兩行對掉的話呢 會變好 會變好 OK 然後呢再來 我可以把某一行或某一列 如果把它拆成兩個行列式 再做加減預算 可以這樣做 再來 第一個介紹是行列如果不換的話 其實是不變的 總共五個概念 好 那我們看第一題 這怎麼算 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的話 你看一下喔 這個很明顯的 你看這兩個 你看這兩個 427跟327其實差了100 443跟343呢也差了100 504跟404呢也差了100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這樣子的 我會這樣寫 這個我教你喔 你養成習慣 你把你要做的事情寫在這邊 比較不容易犯錯 懂嗎 所以我先寫 應該是這個數字呢 乘100 欸 對不起講錯了 應該是兩次 乘-1之後相減 就是我要乘-1 然後跟前面的合併 看懂嗎 所以我才點的話 會等於 554 586 711 然後呢 我乘上-1嘛 跟前面的合併 所以它變成了 100 100 100 然後這裡是327 343 404嘛 對不對 因為我乘上-1跟前面的合併嘛 看到嗎 然後其實這三個 100 呃 呃當然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啦 第一個重點是 我可以通通 呃看一下 怎麼做比較快 好 我先把100先通通提出去好了 這樣對我的角度比較好 好做的事 所以變成了 100 554 586 711 111 327 343 404 對吧 可以啦齁 好 接下來咧 你看一下喔 我們可以做的方式是 呃 把這一行跟這一行的并 為什麼 因為554跟586 差了42 這個好像沒有比較好 嗯 我看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你覺得我們更快一點的把數字 把它先變小 因為看起來數字還蠻大的 目前看起來至少還蠻大的 對不對 看一下 你的方式 呃 看一下 好吧 這樣子好了 我們做法是這樣 我就不用它了 我把1 掛給我 變成它 我乘上的是 -554 我乘上-554 再跟它合併 最後到什麼結果 我變成了100 來 1乘上-554 再跟它合併 不是變成了0嗎 然後呢 這個也是1 乘上-554 所以變成多少 跟586 會在一起 所以變成了 32 然後1乘上-554 所以554 減一下的話 呃 結果是 7 5 1 157 然後這裡還是11 然後這裡呢 這裡看起來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對不對 我就這邊乘上 負的 327 所以1乘上-327 合併它會變成0 1乘上-327 327 所以就327的話是 6 16 然後1乘上-327 所以是7 7 好 這樣子 會啦 那後面就好好辦啊 因為1乘上這兩個交曉交通就好 對不對 因為這也是0.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解題跡象怎麼做 就是 先想辦法讓某一行跟某一列裡面的其中兩 兩行兩列的那個數字有沒有變成0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得比較簡單 就變成什麼東西 就變成了 1 去乘上這兩個就好 這兩個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 正-負喔 正-負的 32 16 還有 15 7 跟77 那這個呢你也不用急著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去做運算對不對 我可以把這一行 乘上-2 然後跟它合在一起 對不對 乘上-2跟它合在一起 變得多少 負的 來吧 32乘以負就變成的-32 然後合在一起變成的0 好 16 然後再來 77乘以負的變成負的154 跟它合在一起變成了3 然後這裡呢 呃 你私一樣是77 那就後面就好辦啦 因為0乘以它還是0嘛 對不對 3乘以它變成48 所以變成負的負48 好 所以它就 48 OK 還沒接觸不好意思 這裡不是在跟100 所以剛才這一百年放進去裡面 所以等於 這裡它是乘到100 所以 不好意思 它等於 100乘上這一朵東西 所以它應該是 加乘到100 所以它是4800 у 41 480 Subtit分析 C